苹果是一个特别寻常,但是特别有姿态的水果,平平安安的寓意。 中国人的苹果是平安丰收,小时候爷爷看果园的,我对苹果一直有孤香情节。 一个人的力量孤孤单单,群体还是蛮有力的。 当然,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的更新能力在于多样性,多样性让世界更丰富,社会发展得更好,我有一个这样的逻辑在里面。 《美丽新世界》小杨的动作是一致性的,你看我把那个苹果画得特别拥挤,一种极致的表达。 这幅作品是反乌托邦的,表达形式呈现出来的是极度的繁华。 如果看过反乌托邦三部曲,会明白我所表达的。